西游中有很多厉害的凡人 比如大唐宰相魏征 他在梦中原神出窍 直接斩了金河老龙 就是李世民求情也不好使 分分钟就将金河龙王龙头落地 还有大唐边境 两界山的镇山太保刘伯钦 手撕猛虎 射杀妖魔 不过魏征与刘伯钦还不是最强的凡人 犀牛鹤洲还有一位 神心秘让菩萨畏惧 他就是灭法国国王 当年唐僧师徒造访此地 观音菩萨就现身警告他们 说是灭法国王几年前做了一个怪梦 杀戮熏星 从此立誓要杀一万个和尚 如今已经杀了9996个 算上取经团队刚好凑够圆满之术 可见灭法国王十分凶残 就连观音菩萨都畏惧三分 天上神仙更是没有一个敢出手干预 最后孙悟空用计潜入皇宫 将满朝文武与灭法国王剃了光头 告诫他 你灭佛法 佛灭你法 能灭你法 自然也能要你性命 于是灭法国王幡然醒悟 就将灭法国改为侵法国 败了唐僧为师 成为第五位徒弟 论辈分还是孙悟空的师弟呢